所以你有病,冻病了,别先手先,别害怕 实实在在讲,癌症,我觉得90%是被吓死的,很冤枉 听到医生跟我说,就怀疑自己没救了,最后真的就没救 所以,得病,不要去想病,想病就正常病 你想的好,也是正常病,想的坏,也是正常病 怎样是正如法呢,根本不去认为他,不要去想他,就没事了 我还听着有人告诉我,这医生讲的 在癌症,你也想这个病好,你就不吃饭 七天,你试试看,七天什么东西都要吃,喝一点水 癌症自然就好了,什么原因呢,把癌细胞给饿死了 你所打的营养,统统被他吸收了 你在养他,他就要你命的 你不养他,你七天的时候不吃东西吃饭 他就死了,癌细胞就没有了 那,七天不吃东西,人不会碎 那,会把癌细胞给摸死 全都是心理治疗 那,念佛人最好的方法了 万元放下,一心念佛 你的身体绝定能复允 五脏六腑,无论哪个地方有毛病 都能抗腹,你为什么不干 啊,确定不能加求饮食 不能加下用补品 那全都是补的 你的内脏里头有些病毒细胞 你补了他们 生活越简单越好啊 吃东西少吃一点好啊 不要吃太多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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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说来说别怕 我们吃太多啊 小吃快饭 我们吃太多啊 我吃太多 TJ 你 我来说